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能够领军来领军七合一这场选举很重要 她会是个共主 只是这个共主会是民调地的马英九总统吗 还是说另有其人 是这几天从农历年前到农历年后 都不断帮全国百姓争取放假机会的朱立伦吗 我们今天台湾团团带你一起来关心 一起来做讨论 现场的四位来宾先为大家来介绍 赶快来看 我们首先第一位介绍是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国主好 大家好 第一位我们介绍前民进党籍的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今天现场还请到的是新朋友 台湾竞争立论坛执行长谢明辉 谢执行长 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继续来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 今天现场请到的是程清兰 大家好 我们赶快就来看看 这个内阁改组名单到底是不是已经出炉 这边看到最新的消息 先为大家一起来看到目前公布的 正式是待会三点钟才会正式的公布给大家看 金普聪的部分 我们昨天就已经提到了 他就是要回台湾接任国安会的秘书长 那么原本的这个国安会秘书长袁建生呢 那么深认为总统府执政 那接下来驻美代表沈吕循 就是由朱英代表的他来接任驻美代表的职位 这三个位置呢 目前问题不大已经百分百确认 那么要去职的也有两位 一位叫行政院发言人郑立文 说昨天就提出辞呈了 那么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黄光南 也确定去职 谁来接任 待会就会有答案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前端 我不知道红威你怎么看待这个新的名单 我们从国安会 国安的外交体系来改起 主要还是因为金武冲要回台湾嘛 但是呢 内阁能不能改出一个战斗内阁 特别是选举内阁 对你要选举的人来讲重不重要 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选举 尤其这次的2014年的选举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地方首长或名代选举 因为它牵动的是2016 那么而且我们都知道 这根本就是2016的一个前哨战 那甚至呢它甚至牵涉到包含马19自己本身呢 也党主席的保卫战恐怕也在此意义 它有它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那所以在这次的这个行政院改组的过程里面 大家本来是希望说能够调幅能够大一些 可是现在看起来呢其实幅度不大 那反而呢它变成是不是一个 你说这个财经内阁啦 财经内阁没有动嘛 没动 反而现在会看出来它是一个这样的改组 是有点类似是一个选举内阁 对它是以一个选举为最主要考量的 那大家也知道其实 国安会就是国防外交两岸 但是说实在它最后的延伸 它的战场恐怕它要去做一个定位 或者是一个论述 都是在选举的战场上 那所以其实政府从回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作为一个操盘人 运筹帷幄 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 整个的人事布局里面 我觉得在政策上面 大家的期待说实在是比较少的 大概是原来的政策继续延续嘛 其实都是老面孔 那但是在选举上面 那现在尤其这次是一个 全面性的选举 那不止六都 还有这么多的县市的首长 也一起在做选举 那我是认为 就是说未来的选举 它一定要做一个整合 譬如说我们台北市的选举 你说台北市的选举 不可能完全脱于说 因为高雄媒体的美光灯 它不是说只放在一个台北市 包含台中啊或南部啊各个县市 所以要做一个怎么样的整合 确实需要有一个运筹帷幄的人 所以这次的改组非常明显 那另外像郑立文 我觉得因为老想我并不晓得 他辞职以后会去哪里 可是问题是 大家都知道 像以我们台北市来说的 光是那个小内阁啊 小内阁现在会不会变动 未来假如说连胜文参选的话 他的小内阁 他的班底会是谁呢 大家都有无限的猜测 所以我觉得在现在来讲的话 他的其实位置很多 所以我相信郑立文在这个选举里面 应该也不会缺席 应该也是会有角色 所以在这个时候离开 那重点说我们刚刚讲的 最大的亮点就是金浦聪 我们分析到很多 他的回台湾 接任国安会的秘书长这个职务 分析很多看法也都不同 但重点是不为选举骗人嘛 但是早上呢 我们的总统府的发出来的信用稿 就告诉大家 完全说他是要操盘选举 与事实完全不符 知道我们金浦聪先生 是角色主义 做什么一定会像什么 会很有奋计的 我发现这个应该是总统府的 发言系统才应该换一换 何必说这样的话呢 宏伟也认为他一定是为选举而来 林玉芳委员说一定为选举而来 因为用膝盖想就知道 不知道郭老师是不是觉得 不为选举金浦聪干嘛回来 这个改组除了金浦聪之外 其他都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 配合金浦聪不得改一改 因为金浦聪他必须回来 要帮马英九镇住这个政权 我以前在这个节目 我想过一句话 我说金浦聪回台 国民党内的乱臣贼子剧 他补我不回来 连胜魂朱立伦 还有各地方的选举补助 根本都没人能够敲定 比如说我们说杨秋新 要不要选公司 杨秋新就是在等国民党 一个决定说 你可以补助我多少钱 我们讲白了就是这样 这个谁能敲定 没有粮草的话 也只有金浦聪能决定 然后新北市 到目前为止 马英九还是希望他连任 到目前为止 那朱立伦当然很不想选 那请问谁能搞定 那除了这个 让乱臣贼子剧的金浦聪之外 谁能搞定 还有连世文也是一样 连世文连 人家新春马英九要去看连战 你都故意撬班不在家 你这样讲 人家去新加坡考察组屋政策 组屋有在过年的时候考察的吗 他约好了嘛 这个太扯了 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 这个就是他觉得 他可能要先跟金浦聪 先谈好一些事情吧 不然跟马英九一开始 他又怕他的应对不太对怎么办呢 可是这个总归就是看到里面有很多细节 都还没弄好 那显然就只有金浦聪能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布局就是金浦聪 就为了金浦聪的回台 那么当然总会空出他原本的位置 那其他人改还是不改 到底会不会是我们现在认为说 这个时刻就应该组一个战斗内阁 选举的战斗内阁 待会三点钟名单是不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 但至少头号军师金浦聪回来了 我们接下来就请金兰 带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头号军师金浦聪回来 但是很好玩的是呢 在美国这两天 大家不断关注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大家看仔细了 这是连胜文办公室提供给大家的 其实媒体在美国 在华府也都在采访 他也都会关注到这个 那或许在现场 我不知道媒体是不是进不去了 但这个照片来自于连胜文办公室 告诉大家 我连胜文有跟金浦聪 金大使好好的握了手了 谈了也有十分钟 而且他强调说 未来金大使要回台湾后 我们要讨论 请一机会很多 果不其然 那个国主经浆长 我看网路新闻 一个是连胜文跟金浦聪握手 一个是金浦聪跟连胜文握手 我一上去看 到底有没有 怎么会两条新闻 一个是中央社发的稿 他是说金浦聪跟连胜文握手 那你刚刚讲 连胜文办公室发的新闻 他是连胜文跟金浦聪握手 所以这个新闻非常有意思 其实同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里主词不一样 有差 对主词不一样 非常的有差别 这就是显现 连胜文刻意在营造一个 他跟国民党中央 跟马跟金之间 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 或是某种程度上认为说 这个关系 其实在往一个正面的方向 去做处理 我还注意到一条新闻 本来有新闻说 连胜文不要见金浦聪的 可是今天有一条新闻 说他提早40分钟到 在那个早餐会 那金浦聪是按时间来 所以他们中间 只有10分钟的 这个会面的一个状况 那通通都在营造一个 他跟这个马金之间的关系 没有太恶劣 还有他最近的谈话 你也可以去理解或分析说 他说马英九总统 没有太多的时间 跟名嘴之间 去做相关的联系 然后来批他 他应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你就可以看 现在他在这中间 画了很多的线 那把这些线 就是说现在对他的批评 来自于某部分 不见得来自于马金 那我必须讲一件事情 就是1998年那一场选举 其实那时候 李登辉也非常不喜欢 那个马英九 没错 从提名一开始 就有很多的曲曲折折 最后他出来 一路上 都没有太多的会面跟互动 那时候其实陈水扁 在操作的是扁李的互动 你还看到扁跟李之间 通过总统跟市长 还有常互动 可是最后的关头 我知道中间有很多人去穿梭 让这个李登辉在扬明国中 最后一场的那个手 把他拉起来 还有对照那个词句 新台湾人 那也就是说过程当中 虽然你不喜欢他 但在某种的大局之下 有一件事情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政治人物一定不会做 那如何盘算出 创造两个人在这里面 互蒙其力 做某种程度的交换 那他们之间 可以交换出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以现在来看 他们没有要决裂 因为当时连盛文 两颗子弹的时候 他其实非常愤慨 王卓军第一时间 在台大医院出来的 那个掰 就是说 这是社会事件 没有任何的政治动机 他那时候的牵连 大家看到的 就是马金 王卓军 因为王卓军 是那时候的台北市的 警察局长 那我要说的是 不管他连加跟 马金之间过去的恩怨 至少他们之间 有一个这个两颗子弹的 这个一颗子弹的 这样的一个恩怨 那以现在来看 这个恩怨 可能要马上看到的是 往一种正面和谐的方向 如何去创造 大家都在这一场选举当中 各取所需 对啊 重点是 都要互蒙其力 最大的利益 才是最大的这个交集点 我们赶快就带您来看看 那么到底 连胜文在美国华府 跟金普聪会面的时候 说了些什么 前来华府出席 全美祈祷早餐会的 国民党中央委员 连胜文 在会场碰到 一直没有机会相见的 驻美代表金普聪 两人握手 并互之问候 这个握手 这个是一个礼貌的问题 我没有想到 还可以有这么多言声 那基本上就是 我们在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 美国人举办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活动当中 遇到金大使 我想我们走上前 跟他握手 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吧 针对台北媒体 以破冰和相逢一握 敏恩仇 描述连胜文 与金普聪的互动 连胜文似乎刻意淡化 他与金大使相逢一笑的 深层含义 握手 这还要有感觉吗 这个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握手嘛 应该这是 基本的礼貌嘛 针对外界最为关心的 他何时宣布参选的问题 连胜文表示 他在二月底之前 一定会做出决定 这个部分可能 我想到时候 时间实际合适的时候 再跟大家报告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二月份是一个代表 我说过 我们二月份 一定会跟大家做报告 那我说到的话 我们就一定会做到 谢谢 虽然连胜文与金普聪 没有正式的会晤 两人见面 韩轩也丧失 化解了大家的一个悬念 至于连胜文 何时宣布参选 他仍不松口 换句话说 悬念仍在持续 记者张国华中一庭 华盛顿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 来自华盛顿 第一手的现场报道了 执行长刚才有听到 连胜文有特别强调了 我手就是礼貌嘛 大家是不是想太多 你感觉大家是想太多吗 还是他必须要这样做 因为秦云万里尽在不云中 是 这个 连胜文 因为以前有批评过 马英九 像大明王朝 或是 乞丐 乞丐 这些东西都是 造成现在很多的泪痕 但是现在就是说 刑事逼得他们要 互相拥抱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马英九要赢得四都的时候 才能保住他党主席的位置 那连胜文需要台北市市长的宝座 他才有以后的前途 那这个共同利益之下 他就会相逢一下 免淫愁 何况这是一个小小的嫌隙 并没有家醜或国分 那么大的深仇怨恨 那兰金的里面的抑制 会在科匹 在在野大联盟的压力之下 像现在看到 中国时报头版头条 他说 新潮流现在去顾保科 如果这条新闻死实的话 那对于马英九的压力 就越来越大了 就换句话说 台北市有可能被 柯文哲来攻陷 那如果在这个危机感之下 两人走在一起的那个动力 就会越来越强 然后以前小小的嫌隙 大家在互相的利益之下 为了生存 他们就要放弃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 现在整个局势的发展 那联盛文现在 为什么不急着表态 因为现在越表态越早的话 新闻的那个动力 张力就越小 所以他慢慢的拖到 二月底后三月初的时候 那整个大家设备的猜测 南京把南京的那个焦力感 危机感逼到极致 那逼到极致的时候 那产生的张力就非常的强 就是他一个很重要 一个盛选的一个基础来源 是 等于什么时候宣布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安排 没错 对 所以刚刚执行长认为 那个叫小小嫌弃 要化解应该是很容易的 所以今天看到了这张照片 联盛文跟金普松在美国 这一卧都会给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在这里呢 未来跟金大使 未来的官会的秘书长 好好的请议 那么接下来 他被市场选战 毕竟还是金普松先生来操盘 那么在这里 哪一个候选人 能不跟他请议 不跟他好好的交往 和好吗 接下来这个是必走的一个状态 一个路线 那这边特别还点到了是 马总统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工作 可是非常繁忙的呢 我不觉得他有时间 和有些名嘴合谋 讲一些攻击我的话 所以郭老师 这表示说呢 这个任胜文善意咯 还是他有搞清楚了 接下来该往哪边靠过去了 任胜文是说 马英九本人没有啦 那马英九的朋友有没有 他不知道啊 至少他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他不是在针对马总统 有好像在针对他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的态度 他今天说得非常清楚了 绝不认为马总统要阻碍他参选 我想民进党这边很多资料 都不是自己找到的啦 真的哦 我只能这样说啦 你意思是有人提供给民进党 当然嘛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很多细节 我们会知道呢 哪些人啊 我们当然现在不便透露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不是马英九本人嘛 是 乱成贼子嘛 就是你刚才讲乱成贼子 你想一想嘛 比如说我在立法院 也跟丁守中公司过 我认为丁守中 就是一个更合格的市长 为什么你连设文 第一次参选公职就是当市长 是 你只当过约游卡的董事长 你也不服气 你没有当过任何公职 那第一次选就是市长 柯文哲不也是吗 对啊 对啊 吕秀莲也会说 我怎么会输给柯文哲呢 对不对 我知道也有人会批评啊 没有错嘛 所以我就说 可是就是说 因为他的资料比较多嘛 柯文哲的资料是透明的啊 所以柯文哲可能可以少一点攻击 就会 党内也有人会去批评柯文哲 也有 是 可是柯文哲就是一个透明的人嘛 那其实对民进党而言 自己党内也摆不定嘛 到底要不要弃柯 就初选决定 弃柯文哲 柯初选 那么柯文哲凭什么参加你们的初选 到现在都还没搞定啊 你们家务是谁 好像看起来至少到今天为止 连盛文跟马甄金普通这一握下去之后 我们看到的民进党相对反而是更乱的 对不对 不会哦 那新潮流系怎么说 新潮流系今天潘柯安说 我没有要弃柯保科并没有 所以新潮流系到底自己都乱 潘柯安不准啦 潘柯安在屏东选县长 所以那你就推一个 最重点是台北市的这一步 看来你们是推一个 比较不准的人出来讲 台北市这些关键的人士 都没有出来讲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说来 我们就请郭老师来看说好 那你们自己在跟他们看到说好 民进党内部我们刚说你的乱 对 相较于国民党现在要单纯解决 不过就是刚刚看到 脸好像跟马跟金马 跟金握手了 然后他也说马没有要陷害他 阻挡他参选 看来这个化解的恩怨情态 情势非常之明确 你们家自己才乱到爆 不民进党是这样 每一个区有不同人 主动都要积极参选 是 这是很自然的 那只是说有没有一套规则 来产生获胜者 是 那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是 初选的时候都非常热烈 是 那选后就做整合 是 那目前就是下礼拜三 中职会 对 12号 那是不是会通过一个 在野联盟的条款 嗯 那因为可能不止台北市 有这个问题 是 就是如果有一个 非国民党籍的人 他的民调超过民进党 所有的候选人 超过多少 是 以上 那是不是就要定这个条款 非民进党 就要纳入五党籍的人来做民调 那目前看起来过关的可能性非常高 非常高 那因为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柯文哲他不分派系的在帮人家站台 比如说 郑文燦他选桃园县桃园 那柯文哲不只帮郑宝钦站台 也帮他站台 哦 所以那我们也看到 比如说台北市 比较资深在新潮流比较重要的 当过中常委的 举家青 我们也看到他的一些系统 也比如说带柯P拜访一些朋友 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要看台北市比较准 那前一阵子批评比较厉 比如说李建昌啊 梁文杰啊 那他们两个现在也不讲话 所以要看台北市比较准 实际上顾律师也希望 要就赶快做决定 他说规则赶快确定 然后真的确定不是他 其实他也不能说不是他 纳柯P进来民调 他并不反对 那吕秀莲还是反对吗 对 可是中职会做决定 吕秀莲会听中职会的话吗 这个一定会 因为民进党人都会遵守 这个中职会做 好到时候就非得要了是不是 好我们谢谢郭老师 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到底 所以刚才文文也讲了吗 新潮流系自己也分裂了吗 新潮流确实啊 所以刚才那个 郭正亮是说 说哇好多都国民党提供消息给他 因为我在这段时间 因为前面从之前的这个尾牙 到这两天春酒 那所以也碰到不少人 那我就碰到一个民进党 他说他号称他退休的大老期的人物 然后我就赶快来求证一下 我说报纸已经说新潮流 他说没有啊 这都是个人的事情啊 他说我们没有 我们派系没有做成决定哦 那刚刚讲的派梦安 他如果没有代表性 因为他是选屏东嘛 可是我说这一次今年的选举啊 他不会是一个单独一个限制的选举 他决定是全面选举 如果派梦安看到柯文哲就 我们没有支持你啊 我也不要怎么样选下去了 那另外一些指标 如果说台北市有指标性的话 我先碰到好多民进党台北市的议员 我的同事 他们不一定是新潮流系的 有些是其他的派系 他就跟我讲说 天津先生有这种道理哦 不入党 那他去帮我们台联党去站台怎么办 帮我党集站台怎么办 那我要怎么选下去 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个 在民进党内部 至少我觉得柯文哲 还没有搞定 不然话没有那么多放话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同样的 连胜文县也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至少连胜文县 是有进度的嘛 就是说当你要宣布参选之前 所谓的清理战场 那个清理战场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你要把你的选举利益是最大化 所以大家想说 你看现在这些讯息 我所了解今天就有媒体朋友跟我讲 他说因为那个LINE的群组 你看他已经建立一个LINE的群组 就开始在发新闻讯息给媒体 就是主动就是 等于说 连胜文的阵营里面已经主动发讯息给媒体 包含他跟金辅聪的见面 包含他要帮马英九去澄清 他不认为他跟民主有什么结合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们都非常清楚 因为台北市是在这次的选举里面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连胜文胜出 不管是初选机制或者大家协调出来 连胜文也好 马英九也好 台北市没有输的可能性 如果有输的话 马英九也会是成为蓝银的罪人 连胜文也是会成蓝银的罪人 所以你们两个有共同目标 那所以常常 我想在过程里面 可能像郭正亮还动不动来 这个挑拨离间一下 监缝杀走一下 我们现在没有 但是我觉得最终最终 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在那边 大家就往前走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事情 这就是对民进党来讲 台北市长的选情 共同利益没有 因为孟青要来一个局外人 对国民党的这些同志们 那么多人想要选台北市长来讲 孟青要来一个 不知道都会拼出来的邻居 非要进到我们家一块 跟我们坐着在那边平起平坐着吃饭 要全力 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执行长 那怎么样才有竞争力 所以现在来看到两个党 谁的竞争力 在台北市的这场选战当中看得出来 柯P出来选举对民进党造成的伤害 非常重 其实他选赢民进党也输 选输民进党更输了 为什么呢 柯P他用在野大联盟的名誉出来 记得不记得高雄 上次选举的时候 黄昭顺民调很低 国民党为了保有他的政党的主体性 他还是硬的提名黄昭顺 参选 结果黄昭顺得了22%的选票 但是他保有国民党的主体性 现在民进党看到了 看到了柯文哲的民调比他们高 他就放弃了本身自己 那个忠诚的那个产选人 然后弃故要保科 这个最大的状态就是说 你这个政党是建立妄议的 而你看到利益的时候 你就轻奇率进 你会造成一个图斥部 那时候要请问一下民进党 如果万一 如果万一你在柯文哲败给了连胜文 败了哦 那你是不是你的总统大选 在这一次也就败了 你的那个什么 被双杀了 在2014年 你的市长跟总统大选 在这一次就被国民党给歼灭掉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气势上不来 因为你自己没有提名 自己有获嫌人 难道提名用推荐的 无党级 在里面的政份参与 你光是实质的 政党的那个补助款项 一票30块的补助款项 你要如何补助到民进党的 那个政党里面去 那我算一算 台北市民进党大概有70万票 70万票乘以30 就是2100万 这实质的损失 是民进党的损失 以民进党现在财力这么穷 那2100万 对于养家活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民进党 在这次柯文哲的 柯文哲参选 如果没有自己 保有自己的独立性 或主体性的话 他很可能 变成一个图示部 在这一亿 台北市长的选举里面 扎到双杀 就是总统大选 跟市长一起杀掉 所以大家知道 看到我们的来宾 帮大家分析 发现恐怖在这里 首都市长选战 为什么重要 这个票数还不是新北市 那么样的绝对的多 但是首都一旦 嗯 输了 那2016简直就是一个 没有机会 不过 执行长他们还要协调了 我想说你刚刚点到钱的问题 对民进党来讲 钱很重要 所以那个协调过程当中 可能会要他签字 那是算贏 算输 全都要立我们 民进党的党库 我们刷上缴本来就只有三分之一 只要本来就三分之一 那还不是你们党的 他干嘛要上缴嘛 政党的话 他用这些带来问 就没有党长的补助款了 不论本来是个人的 以前也是 那我们先休息片刻 我们待会就来继续看到说 好 那么现在看得出来 其实在台北市的选情当中 哇 应该是团结的国民党 对分裂的民进党 好 那么 接下来这场战局 是不是其实 态势已经非常清楚了呢 当然我们要来看到 蓝军的贡主到底是谁 是首都这个候选人吗 是廉胜文吗 好像不是 是朱立伦吗 待会回来